在今天,据媒体报道称,在11月25日,张博之在香港的养贺成功生下了第三台。 相关记者得到消息之后,很快就找到了张博之经纪人Emily。 可是最令记者没想到的是竟然被经纪人给轰走了。 关于张博之的最新消息,经纪人表示无话可说,表示sorry,再见。 就在当天,谢霆锋现身尖沙嘴出席风味产品的庆功宴,当时还在现场制作了美食汉堡,看起来特别的开心。 当记者提到关于张博之女士生下第三台的事情之后,也没有影响到谢霆锋的心情,依然马脸笑容的面对记者并礼貌回应道,不说了,随后就急忙忙的离开了现场。 就在同一天,谢霆锋父亲谢霆也现身在另一场活动中,当时也有记者提问到关于张博之的事情时候,谢霆锋刚开始是拒绝的,最后还是表示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张博之本人了,更再不知道现在人家的情况。 当另一位记者提问到谢霆锋的时候,谢霆锋突然就改口颂祝福,看起来谢霆锋还是挺欢先前而起的。 当时张博之的两个儿子也是在养和出世的,在第三胎的时候,张博之依然选择在养和医药生下了。 当时还有记者拍到了张博之的妈妈,看得出应该她是来照顾女儿的吧,当她知道被拍到时,一直用纸张来挡住自己的脸,急忙忙的走向了楼梯,远远的躲开了记者,生怕记者会跟她提问一些问题。 不过眼皮后的记者还是提问了,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她并没有回答,她只表示是她生病了,来看病的。 其实,在今年年初时,张博之曾在社交平台上,表示自己还想要一个宝宝。 不少人还问她目前的配偶对象是谁,她毫不保留的回复了网友,表示这位是一个圈外人,还趁与这位圈外人好了三个月了。 不过当时不少人还以为她是在开玩笑呢,她还曾在自己参加的一个节目中,表示自己非常想要一个女儿,还曾每个星期都会跟两个儿子说,应该也是征求他们的意见。 毕竟有钱人的教育方真不一样,早叫早好。 直到今年的五月份,张博之身穿超大马连衣裙,脚底穿上了舒适的平底鞋,下台的时候,经济身小心翼翼的搀扶着。 看得出当时应该已经是怀有身孕,只是没有公开而已。 在目前,张博之为公布宝宝的爸爸是谁,也没有公布出宝宝的性别。 不过明星也是有个人隐私,如果倒适合的时间公布,当然也会自己公布。 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